Sandy吳山儒在今年1月 開心嫁給交往5年多的老公王先生 之後就常常被問到 夫妻倆的生寶寶計劃 不過Sandy總是保留的說 因為目前有代言在生 所以還沒這麼快 沒想到21號她驚喜發文宣布 自己已經懷孕的好消息 她在文中寫著 一半計劃一半驚喜之中 我們懷裡藏著需要時間適應和培養的新生 王先生和我小心翼翼的孵著一個寶寶 接著還表示 其實早就過了不能說的時候 醫生也說依照她的體型 到5個月都沒人發現很正常 而Sandy也正常工作正常生活 現在決定輕輕且保有神秘感的跟大家分享 最後她也開心喊話 是中心無知的小姐姐懷孕啦 事實上在今年7月時 Sandy的妹妹就傳出懷孕3個月 當時她受訪還笑說 妹妹公佈懷孕的方式 很直接很無聊 而依時間推算 當時的Sandy肚子裡也同樣有寶寶 粉絲級好友也在她的發文底下 刷一排實在太開心 太恭喜啦 消息曝光後 吳宗憲也興奮的笑說 自己也是下午才知道 並表示不管是公的母的 我通通非常非常開心 今年2月3月 就會陸陸續續來了 兩個可愛的孫子孫女 開心之餘也間接透露了Sandy的預產期 妙子超級積極的 失敗